來,剛剛我們把Word 是不是做了郵件選取收件者 然後用使用線友清單 然後選了剛才的那個Excel檔 有沒有,這個給各位的Excel檔 選了它之後,就等於說 你把Word跟你的Excel的資料表做連結了 做連結,連結之後要幹嘛呢? 那接下來我們要用到的是這個 郵件裡面有一個叫插入合併欄位 先看,我們先請各位看這邊 郵件插入合併欄位 那現在你看,我現在在中文姓名的這一格 我在這一格是不是要填入 那個每一個報名者的名字 所以我就郵標放在這一格 點一下這一格之後 插入合併欄位 中文姓名,選中文姓名 它就會出現這樣子喔 兩個小魚的符號 然後中文姓名 兩個大魚的符號 有沒有 好,那英文姓名呢 你開始要英文姓名 你在這一格裡面先點一下 讓郵標在這裡頭 然後 郵件的插入合併欄位 點一下 英文姓名 有沒有,我們都有嘛 但是呢,這個性別來講 對不起,你就沒辦法用那麼選了 性別你乾脆就把它刪掉 然後 插入合併欄位 性別 性別 可以嗎 然後呢 身分證之後 也一格一格的 不方便 我們就把這幾格選起來 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 合併儲存格 所以請你先反白把這幾格選起來 我再做一次喔 反白就這樣 選起來 按右鍵 合併儲存格 然後呢 合併好之後呢 游標再點裡面一下 插入合併欄位 身分證字號 可以嗎 來,我先到這裡 請各位 先照做一下